《无名画会》这个称谓是79年 为了第一次公开展览而起的名字 存在了大概当时到81年第二次展览之后 基本上任务就完成了 我们常常出没的地方 就是北京郊区的这几个公园 像预言坛自住院 也有人那个时候就称这群人叫预言坛华派 那么到了美国以后 我有几年时间我喜欢许多艺术家 比如说我喜欢Jasper Jones 重要的对我就是Art as Art 这本书是A.D. Reinhardt 他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 就有什么是Pure Art Abstract Art 但是他不给你答案不给你这答案什么是 但是他给你明确答案什么不是 所以他用这个排除法 然后这个时候到93年94年时候 就有一个逆反的心理就要get away from抽象表现主义 所以到93年到95年我就用这个八大山 我后来许多年想做的就是要摆脱掉所有这些过多的这个 sentiment 这种 emotion的这种东西 怎么让他转化到更平和更深刻一下 有一系列的作品 我是有意识地去broken boundary 就是打破这个界限 所以作品里面呢 有抽象的 有表现的 也有用photo的 也有甚至这个action的 一直以来就是做这种减法 那么到阿达这个时候 我要开始扔掉这个过去40年的许多许多东西 turn over as a page 在语言上 在当时所有的 当然也是一种回应 你身边所有这些纷纷扰扰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思潮而注意 所以当你面对了所有这些生死之后 还有自己的这些情绪 还有遭遇的这种波动之后 那更多的是一种 可以说阿达那个整个系列里面 带有这种 a little bit of cynicism 在经历了几个不同的这个阶段 和几个不同的系列 然后怎么递进关系 这个阶段一来 也是我的人生的这个阶段 你就感觉 松弛多了 而且 playful 然后 having fun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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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